邦交國重要嗎? 重要 不太重要 好像還好耶 當然很重要 就像是人需要有朋友一樣 台灣唯一的非洲邦交國 原稱斯瓦蒂蘭 現在叫做 斯瓦蒂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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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斯瓦蒂蘭 台灣是一個國際地位很特殊的國家 我們今天來到西門町 想要來看看台灣人認不認識自己的邦交國 我們準備了五個題目 如果都答對了的話 就可以得到500塊的獎金 如果背得出14個台灣的邦交國 就可以得到1000塊獎金喔 我們現在就廢話不多說 來去訪問路人吧 你知道什麼是邦交國嗎? 知道 邦交國是什麼? 就是有... 就是有大使館的那種國家 然後就是有建立邦交的國家 不知道 不知道? 有聽過 怎麼是邦交國? 我不知道,我真的有聽過 OK 台灣跟別的國家有那個友好的那個... 現交嗎? 就是國家跟國家交友啊 就是國家跟國家之間 有一個很友好的關係 互相設有大使館跟外交官的國家 聽到邦交國你們會想到什麼? 很多我記不起來名字 就都是沒有聽過的國家 都在非洲 最近好像蠻多斷交的 就給他們錢啊,就邦交啊 有什麼印象? 就是一些很漂亮的地方 通常是人很好啦 就是他們 因為我們畢竟就是... 只是受打壓的一方在國際上 對,所以希望他們可以跟我們交朋友這樣 那你覺得邦交國重要嗎? 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邦交國 等於是這個國家在國際上沒有人承認 還行啦 代替台灣在聯合國出席 重要吧? 畢竟還是有地位吧 主要是在國際場合的時候 他們是有發聲權 重要 為什麼? 可以跟別的國家互動 應該重要吧 如果台灣有什麼事情 國際上的事情 他應該會需要出來 即使他很小 但他應該也會需要出來幫我們 發聲說他支持我們這樣 蛤...蠻重要的吧 為什麼? 就可能台灣有災難 寄的錢比較多吧 好像不太重要的感覺 不太重要? 為什麼? 就是不知道有什麼資源 有來往之類的 你覺得邦交國重要嗎? 好像還好耶 把錢留給我們好了 對 可是邦交國他們可以在聯合國幫我們講話 然後聲援台灣加入聯合國 因為台灣現在不在聯合國裡面 好像也對 當然很重要 很重要 那為什麼? 就像是人需要有朋友一樣 對啊 必須要有邦交國來 讓我們就是有一個被承認的地位 不然大家都會覺得 我們就是 誰的附屬品這樣子 對 那我們現在就來進行獎金主戰賽 有五題 如果你都答對的話 可以得到五百塊現金 然後後面還有一題是加倍題 如果你也答對 你就可以拿到一千塊現金 好 第一題是 請問賴副總統進去哪一個邦交國 柏柳 適合水上活動 水上活動非常好 土華魯算水內活動了吧 好 那我就猜A A A 土華魯嗎? 我們還是有個小禮物要給你 OK 這也是我們友邦的咖啡 這是瓜吉馬拉的咖啡 看過這個牌 看過這個牌 C嗎? 你覺得是A A吧 你們都覺得是土華魯 A 是柏柳 來台灣大概十點了吧 所以你根本就是台灣人啊 沒有沒有 還很不熟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馬來西亞人 對 台灣的邦交國手不熟 我來第一題 請問賴副總統最近去哪一個邦交國 我覺得是柏柳欸 我覺得是我 柏柳 柏柳 當然真的很棒 我覺得是柏柳 柏柳 沒錯 我猜柏柳 柏柳 這個好了 柏柳 應該是11吧 我自己也覺得是11 應該是11吧 沒錯 耶 耶 耶 第二題 請問台灣唯一歐洲的邦交國 梵蒂岡 欸 梵蒂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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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沒錯 好啦A A好了 梵蒂岡 梵蒂岡 A B 你覺得是聖馬利諾 然後你覺得咧 相信你 你相信他是聖馬利諾 對不起 答案是梵蒂岡 這個會不會太難了 真的嗎 我們在歐洲就只有一個邦交國 我也猜C 你猜C 烈子燈是燈 我呢 是梵蒂岡 梵蒂岡又稱為教廷 教宗在的那個地方 台灣唯一的非洲邦交國 原稱斯瓦季蘭 現在叫做 B吧 斯瓦蒂岡 確定 對 答對了 A A 斯瓦蒂岡 A吧 好吧我會選A 這真的嗎 B啦 你答對了 我稱瓦蒂岡 非常大 這個 索馬力蘭 索馬力蘭 對 確定 答答 給你們一個機會 你們兩個現在從現在開始切割答題 你選一個 你選一個 好不好 這樣你們有延續玩下去的可能 接下來他就不能幫你了 你選很好耶 好不好 答案是史瓦蒂岡 如果從台灣穿過地面 會到達地球的另一端 那個國家是我們的邦交國 你知道是哪個國家嗎 巴拉圭 答對了 應該是巴拉圭 你怎麼這麼害怕 你要拿到錢了 巴拉圭嗎 沒錯 B嗎 B嗎 應該是B 巴拉圭 B嗎 B嗎 對 巴拉圭牛肉很常見 是巴拉圭 其他都買巴拉圭牛肉 支持有棒 沒錯 你很棒 那TW你就會拿到500囉 好 下聯合著不是我們台灣 在台灣能買得到的邦交國產品 買得到的 瓜地馬拉咖啡 巴拉圭牛肉 跟貝里斯奶酒 欸 好難喔 加油 你快要打到了 白蝦 啊 對不起 是貝里斯奶酒 因為貝里斯奶酒 是愛爾蘭的 喔是喔 對 因為我認識一個貝里斯的朋友耶 但他怎麼沒跟我說 他們是進口的辣椒醬 你在台灣買得到他們的辣椒醬 好好好 對不起 可是我們還是有小禮物要給你 就是 即使你沒有拿到我們的獎金 我們還是準備了瓜地馬拉的卡 謝謝 就是希望你可以多多支持邦交國的產品 是A嗎 A 紅豆拉斯的白蝦 打錯了 So sorry 紅豆拉斯是我們的邦交國 然後我們有很多的白蝦 你去火鍋店吃到的白蝦 基本上都是紅豆拉斯進口 因為我們彼此有FTA 就是他們的東西進來不用關稅 應該要選的答案是貝里斯奶酒 因為貝里斯奶酒 因為貝里斯奶酒是愛爾蘭的 對 不過雖然你沒有答對 我們還是有一個小禮物要給你 好謝謝 有一個友方叫做瓜地馬拉 你聽過嗎 聽過 他們的咖啡 謝謝 希望你未來還可以繼續支持我們 光豆果的產品 這樣 不是喔 這題真的很難 這題的話 加油 D吧D好 貝里斯奶酒 對 確定 恭喜你 恭喜你 你拿到了 我拿到錢喔 對你拿到錢 有一個獎金翻倍題 如果你可以得出台灣14個方交國 太難了吧 真的太難了吧 你可以拿到一錢 恭喜 我自己的澳洲 澳洲那裡可能還有 恭喜你得到了 好 好 謝謝 黃豆拉斯白蝦 搭搭 是不是 因為我常常在超市買東西 是 答案是豬嗎 沒錯 貝里斯奶酒 貝里斯奶酒 可是之前也常看到 好 貝里斯奶酒 方交國產品 對啊 方交國就是陷阱提案 對 因為貝里斯不是 貝里斯奶酒 是艾爾蘭 對 艾爾蘭 然後順便讓你們看一下 如果想要翻 變成一千塊 就是講出14個方交國的美 這真的不可能 瓜丁馬拉的咖啡 謝謝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這個 多支持這個方交國的產品 加油 加油 我知道他們蠻困難的 可以有更多的國家一起合作 我覺得台灣在對方交國這方面的話 算是還蠻友善的 有時候也會看到台灣有在積極推廣的 方交國的一些文化 舞蹈表演 讓他們自己本身的手工藝品 所以之所以我今天會打對 其實是因為其實之前 怎麼有參加過一些方交國的活動 有看到那個副總統去柏柳的影片 就是看起來蠻有趣的 他們去這樣會讓我想要去了解柏柳這個國家 那我也希望他們可以一直跟我們是方交國這樣子 哇 我覺得 這是一個超級不容易 世界不容易的工作 真的很難想像他們遭遇的那個壓力 希望他們可以保持初衷 我覺得這個很困難 對我覺得他們辛苦了 加油